来看下午朋友,来下午朋友还剩下一个主题,就是DOM编程了 DOM编程还是和BOM一样,第一关节 什么是DOM编程? DOM,从字面上去理解DON DOM编程是DOM编程,DOM编程是DOM编程 是的,叫文档对象模型 这个文档说白就是网页,网页对象模型 是不是理解? 第二个问题,用一句话我概括一下DOM 还是一句话概括 什么意思? 就是使用JS代码 你想操作什么呢? 操作HTML 或者是CSS 就是JS代码去操作HTML和CSS 你看,我们学过HTML,学过CSS 对不对? 那么说网页三天课 那么你会发现,之前所有内容都不HTML,没太大关系 那么到了DOM这一边 就和我们之前学的HTML和CSS就沾边了 就是吧 我们用JS代码可以去操作我们的HTML代码 或者是CS代码 OK 这是DOM它的一个作用 是不是? 好,那再看看语言理呢 DOM的一个语言理是什么呢? 如何用JS代码去操作? 用对象 来 我们的一个网页HTML的一个网页的内容 会被封装成不同的对象 那这对象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网页对象模型 是不是? 好,那通过JS代码去操作这些对象 这些网页对象 然后呢 就可以控制我们的HTML或者是CS 这是它原理 明白是吗? 来,看一下 这句话 拿过来 来 画一个DOM原理 来,DOM原理就是HTML页面的内容 是的 被封装成了不同的对象 然后我们通过JS代码就可以操作 操作成对象 从而来控制HTML 或者CSS 是不是? 好,那么我们现在关注什么呢? 来 你说封装成对象 是不是? 而且是不同对象 那么究竟有哪些对象? 来看 一共有五类对象 来 第一个 第一个叫Document Document 是第一对象 好 第二类对象 Document 中文叫什么呢? 叫文档 好,叫文档 其实说白就是这个 整个HTML页面 整个HTML页面 就封装成一个Document 好了 那再看第二个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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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翻译过来叫啥呢? 叫元素 好,叫元素 Element 叫元素 那么元素 你也可以说是标签 就是我们HTML里面 选的标签 标签 就是元素元素标签 是不是? 也可以标记 是一对字 清楚吗? 好,我们标签被封装成A 好,那么还有一个网页 还有其他对象 除了元素 是不是还有属性 属性也会封装成对象 还有我们一个标签里面是有内容的 一个标签体内容 是不是? 好,那标题内容我们看 也会封装成对象 这个是Path 它叫文本 好,它的文本 来,有四个吧 还有一个 这个不常用 好,大家了解一下 还有一个是Common Common 这个叫注释 就是注释的内容也会被封装成对象 好了 那么看 我们所谓的DOM 就是说 网页的内容被封装成了这五类对象 明白是吧 一个文 整个页面就被封装成Document 页面里面的标签被封装成Element 然后标签里面的属性被封装成Eleven 然后标签里面的属性被封装成Eachubule 就全程式的Eachubule 它们都有名字 比如说你标签有些名 属性属性名 文本也有一些名字 是吧 那么它共同的一些特征 就被抽取出来 共同的特征被抽取出来 抽取到哪个地方呢 抽取到一个 也是一个对象 而这个对象呢 叫做 Node 叫做Node 中文翻译过来叫结点 明白是吧 所以呢 你看 这五个对象和这个结点什么关系 它们就是子父关系嘛 是不是啊 就是它们是继承的 我们来看 就这边 继承它 好 旁大利 这个anyman也是 这么一个关系 好 既然被抽取出来 作为这个共同的对象 叫Node 那么 它们应该有一些 共同的一些 属性 是不是啊 或者行为 对不对 那这个节点呢 它有一些 最关键是一些属性 这个属性呢 有很多 我来我列一下 我把它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它自身的一些属性 包括这么几个 第一个叫 Node Name 好 叫节点的名称 是吧 第二个叫 Node Value 叫节点的10 是吧 第三个叫 Node Tip 叫做节点的类型 好了 那么这些 Node里面的这些自身属性 还有第二类 第二类是属于关系的属性 关系类的属性 当然也是属于 Node的属性 我只是把它归类了 来 那这有几个呢 有五个 有Panel Node 这个表示啥呢 好 表示 复节点 行吧 复节点 好了 那看还有呢 叫Tri Node 是不是叫子节点 子节点 然后再往下 子节点有First Tri 就是第一个词 是吧 还有最后一个词 Last 是吧 还有兄弟 Next 三 三 不 令的 就是下 一个 兄弟 好 然后还有上一个兄弟 就是 previous 三 不令的 上一个 兄弟 OK 那这些就是他 Lode 四代的一些属性嘛 那么 因为的这些属性 是不是我所有这五类对象都有啊 因为它是一个继承关系 是不是 好 来 那么这第一个图 就是它的一个Done对象的对象图 就有这么五个对象 清楚吧 可不可以 第一个图 好 那么讲到Done呢 又一定会换第二个图 第二个图是一棵Done树 好 是一个Done树 因为Done嘛 HTML的Done 它加载完之后 是形成一棵树状结构 好 所以必须要把这个树画出来 来 那比如说哈 我们来 举个例子 如果 如果你现在写了一个HTML 来 是一个HTML 然后 这是一个标签 知道 然后里面是不是有个HAT 一个HAT 好 HAT 里面呢 又有一个TITLE TNTL E TITLE 好 来 这是标题 行吧 然后 HTML里面 又有一个BODY 知道 BODY里面有个AHIF 这一个链接内容 好 然后这里面 结束 这个潮链接 好 那比如说现在这个就是HTML的内容 知道 那么 这个HTML内容 经过了 我们的浏览器解析完之后 它 肯定会形成一个 肯定会形成一些对象 因为我们根据状元理 它这些月面的内容 是被符合的对象 那么 这些对象之间 有没有什么关系 有 它们是有关系的 来 那么这关系 我们用一个DON 竖 来 描述 我现在把它的关系图 给它画出来吧 来 首先 肯定是从上往下加载 加载完之后 你看第一个 是不是加载了什么 HTML 是不是 HTML 整个 它其实是一个文档 但一个文档呢 就形成一个Document对象 所以呢 这个书里面的第一个 看 在这里面 就啥呢 就是Document Document 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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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ument 下面 这代表是整个文档 Document下面呢 是第一个 是第一个根标签 就是第一个根标签 是 是不是 然后接着往下 是什么 是不是Hat 好 但你看 Hat 和Body 它们之间 是不是都是HTML的子 看懂吧 是吧 是指 所以你看 应该这么花 这里有一个 然后这边有一个 是不是 这个是Element 这个也是一个元素 叫Hat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元素 叫Body 是不是 然后接着 再看 Hat 下面 有没有词 有吧 是不是一个词 就抬头 所以你看 又继续延伸 这下面也是一个Element 叫Title 是不是 然后 是 这样的演示下来 好 接着 Title下面 还有没有对象 没了吗 这个是啥 这个是文本 明白吧 这个是文本 文本是不是也是一个对象 对象 这个 所以你看 它在下面还有包含 它是我们开头的一个指标 指对象 叫做文本 是不是一个Test 看懂吧 Test的里面 这个里面内容 就是一个字母串 就是字式标题 是不是 是这样的关系 是这样的关系 好 接着 再看 波底里面 是不是有指 是A 来 这边再记得画 A 也是一个Element 它是一个A 好 接着 这个 是啥 这个是不是属性 对吧 那属性 它也是一个对象 是ATT 但是 它的关系 并不是说 是Element 它不是下面有个HTB 它这个HTB 比较特殊 它比较特别 它和Element 相当于就是Element 里面是包含了这个HTB 所以它们两个你可以说是一个隔门的关系 它们在数量结构里面 这个是HIF属性吧 它们是这么一个关系 就是说它们两个都是属于同样在一个接点上面的 都在这里面 它们两个是有关系的吧 就是你拿到 你要拿属性 必须要先拿这个什么 拿元素 再拿它的属性 因为你看属性很特别 它是不是挂在一个 这个Element 元素里面 是不是 所以它这么样的关系 明白吧 它这个比较特殊 最特殊的 这个对象 好 然后接着再往下 是不是还有这个内容 超链接 好 超链接这个内容怎么画 就是属于A的什么 值 明白吧 属于A的值 所以也是这么画 好 行 这个是 an 不 泰斯 这个内容 行 你看 那 这颗就是我们的倒数 看懂吗 对吧 是不是 那么首先你看 是有五个对 五类对象 然后 在内存里面 就会组装成一个倒数 就是这每个结构 好 OK 那么 还有 我们看一下 这 这五个属性 好 现在在这个倒数下面 就会发挥作用了 来 就会发挥作用了 比如说这五个属性是什么 复节点 指节点 然后指 这都是指 是不是 然后这是兄弟 好 怎么发现作用呢 比如说你看 我拿到一个 你看 我拿到一个hat 拿到一个hat元素 我能不能拿到html 怎么拿 是不是复节点 就是说我拿到element 拿到hat element 我通过调查的一个patternode 就拿到它的负点 而且这个负点 是唯一的 是不是啊 肯定是 是不是啊 就清爹肯定是一个 干爹令算 可是清爹肯定是一个 所以你看 清爹是唯一的 所以你看 拿到一个子 肯定拿到负 是唯一的 然后再看 我拿到html 能不能拿到它的负 可以 可以 是不是啊 可以 好 但是你拿到负 是不是有多个 所以是try not 你要吧 好 但你看 这里我想象第一个 比如first try 好 那么这个hat是不是 他的html的first try呢 是不是啊 现在这个结构来看 好像是 然后这个body 好像也是他的last try 是不是啊 这是第一个 这是最后一个 但是哈 严格来说 这个图不准确 严格来说不准确 还差的啥呢 注意看 还差了一点东西 当我把它补完整了 我就告诉你 来 这个html这里后面 你看我这里是有个换行空格的吧 看到吧 这里是不是有一些换行空格的 那么这些是不是内容啊 啊 啊 你说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啊 这些是不是空格换行 空格换行属于什么对象啊 啊 这些 注意 他是属于文本对象 你不好意思吧 他属于文本对象 就说严格来说怎么画的 你的头啊 好 我自己就补给你看一下 严格来说你看 Html下面的第一个子应该是啥 应该是一个test 是一test 明白吧 那这个内容是啥 就是一些空格换行嘛 空格换行就是一些空格和换行佛 明白是吧 好 所以这里面严格来说应该是有这个东西的 好 但我现在不画了 明白是吧 所以你要明白空格换行它也是一个文本 好 注意 空格和换行也是一个test对象 清楚吧 好 好了 那么这些你看啊 这些四个是可以互相调用的 来我把这个图画一画 有你看好 可以这么画 呃首先如果是你拿到 你拿到一个来取tml 应该用拿到一个来取tml 好 然后你想拿什么呢 啊你想拿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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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这个 这个 或者拿这个 这个 来 这四个属性怎么用呢 看啊 呃 如果我拿到 Hat 我想拿 Html 又啥属性 啊 就用pilotnose 明白吧 这就用pilotnose 就这个 行 好 如果我拿到Html 我想拿啥呢 我想反过来拿他们两个 怎么了 怎么了 啊 用pilotnose 是的 用pilotnose 出现 这这个就是pilotnose 这个就是pilotnose 写一下 行 然后下面这个就是pilotnose 当然要排除掉空格化来说 然后呢 如果我想通过Head拿这个Body 怎么拿 他们是不是兄弟啊 是不是 所以你看怎么拿 就Nexus Ibring 是不是 就这个Nexus Ibring 如果你看拿到Body 再反过来拿Head 就是这样拿 怎么拿 就用Previst Cyclean 就Previst Cyclean 可以明白这意思吧 是不是 这五个属性是可以这么用 拿到一个元素 他们真有关系的话 就可以通过这五个属性去定位 好 行 那首先 看明白这两图 行不行 好 可以了 来 看明白这两图之后呢 首先第一个 呃 我们是不是想去 先感受一下 这五个对象 是不是真的存在啊 好 所以第一个例子我们看 我们先拿一个HTML页面的 这五个对象 出来看一看吧 是不是啊 好 来 第一个例子 看是不是有这五个对象存在的 呃 这样子啊 我画一下 分细一点 这样子 这个Bone 这些 Bone 好 先再画一个Done 然后先 OK 然后这钱 呃 然后先获取这五类对象 Done对象 先这样放下面来 因为我这里要来一个标签 这里来一个 就好像我刚才来一个A 然后这是一个抄链接 然后是一个HREF 然后这些内容是让 连接了 那么就这个页面而言 我现在想拿到这五类的项 怎么拿呢 首先第一个 Document Document最简单 怎么拿 它来自于哪里 你看看BOM这个图就可以了 它来自于是不是Window Window下面是一个Document 因为它其实是取窗口的一个对象 是不是 好 所以你看拿这个Document 就是Window.Document 当说Window太常用 其实你直接这么拿 行不行 也行 没关系吗 这个是Doc 那么拿到它之后 我们是不是想打印一下它的一些特征 好 那打印的特征 就是打印自身属性 行不行 看它接点名称 接点之前的一些 好 因为它们都是继承它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一个Doc.noteName 是不是 好 再打印 noteValue 然后再打印 noteType 行吗 看看刷新 好 走 第一个 你看它的名字 是不是就是Document 我们锦号告诉我们 它名字 然后接下来 它只是空 然后再看 9 是它类型 它接点类型是9 好 第一个对象 证明是有的 是不是 证明有东西的 来 那么这是第一个 我们把它剔下来 后面会用 第二个这是Fight是空 然后这个是9 是不是 证明有这对象 第一个 有了 那么我们再看 第二个 我们要查看 是不是Element Element的话 怎么拿呢 比如说 我们拿这个A 行不行 好 就拿这个A 怎么拿呢 这个Element 这么拿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 Document 你看这个名字Document 就是啊 Document.getElement 这样的话 简单一点 你可以给它 这样的 给它一个ID 好 这样的 给它一个ID 然后 给它吸 吸吗 然后Element 把ID OK 简单一点 你可以这么拿 然后就拿到一个 A 行吗 行吗 找A1吧 找A1 行 已经拿到这个项目了 然后接着 是不是也打印它的 一个接点的名称 接点的值 接点的类型 然后来看一看 行吗 好 看这个 这个元素 它是什么名字 走 它的 你看 Element的 这个接点名字 刚好就是它的什么 是不是标签名字 就是标签名字 好 那在第二个 它有解释空 好 第三个 它类型是E 记住 先记住它 第一个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标签名 是不是 然后这个是NUM 然后第三个是E 这边也有这个对象 已经拿了这个对象 是不是 好 也有 行 那再看 是不是拿属性 好 拿属性怎么拿呢 好 属性 好像现在也不明确 是不是 来 这样的 我们现在可以去看一下API 就是你到边上的话 你也是要参考API 是不是 因为你看 待会我们学的时候 这些是不是对象 你要学学什么 是不是学它里面的属性的方法 对不对 所以可能找一篇 来 现在我们就找一篇 找W3C 注意看 你看我怎么找 找SML 然后 好 现在去找SML 我找DOM 找到了 这个就是NOT ELEMENT ATRIBUT TEST COMMON 是不是在这里 你没发现 现在在这里你是找不到吗 在这里你看 在这里 有没有 有没有ELEMENT 它只有BOM 是不是 有没有DOM 你看 没有 看到没有 好 那我在ELEMENT 这里面 SML SML 在这个SML的点它 然后SML DOM 在这里 你就可以找到这几个对象了 看到吗 这是NOT 对不对 是刚才这个NOT 它上面有个节点 好 接着里面 你看是刚才这个 是不是NOT 是不是NOT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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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PYTEN NOT 是不是TRYNOT FIRST TRY THE LAST TRY 是不是 好 在这里找 诶 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在这里去找呢 是不是 OK 那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根本的原因就是 HTML 的DOM 没有文档 参考 行吧 是吧 这个就是根本原因 那就是W3C 没有提供HTML DOM的文档参考 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另找 途径呢 是不是 好 然后是这样子的 DOM DOM 它本身呢 是一个标准来的 是一个规范来的 DOM 本身是一个标准 是一个规范 就它是有 也可以说是一种思想 它就是把我们网页的一些 把一些标签的元素 把一些属性的元素 把一些文本的元素 就按照我刚才这两幅图 封上的对象 然后形成一个 这个树状结构 这种是一种 这种 这么做 是一种机制 是一种标准 是一种规范 明白吧 而这种规范呢 它有两种实现 有两种实现 第一种 它把这种规范 套在哪里呢 套在了HTML上面 就套在了HTML语言上面 然后就形成了HTML DOM 明白是吧 所以这个标准 就延伸出 DOM标准延伸出 HTML DOM的一个实现 其实这个相对 就是一套标准的实现 是不是 可以理解吗 你看把这个相对接口 然后这个是一个实现 可以理解吗 好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套实现 就是什么呢 就是XML了 就是SML了 就是SML DOM 所以SML 它也有这个DOM的 这种机制 我们要读取这个SML里面的信息 也是要靠DOM 即时去解析的 才是意思 然后呢 标准是标准 是不是 那实现的过程里面 肯定会根据不同语言 会有差异 是不是 好 那差异 如果这整个是一个 HTML这整个框呢 你代表一个实现的话 那么它的差异 就是它和标准不一样的地方 可能就这么一点 可以理解吧 好 然后SML自己 它肯定也有自己 跟SML的结合的地方 可能是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是不是 那么也是这一块 这一块 这么去理解 好 那么也就是说 你看 通过这部图 你会发现 HTML的DOM 和SML的DOM 其实大部分 都是遵守这个标准 是不是 可以理解吗 所以呢 你看 如果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 HTML的文档 我们是不是可以找SML文档 是不是 所以他们是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而且这个参考价值 而且这个参考价值还挺大的 是不是 明白 是吧 基本上 大部分的这一块都能用 可能有一些局部的 不能用 明白 是吧 好 所以你看 我们为什么就去找这个SML DOM 就是这一串 因为它的原理 是不是一样的 可以理解吧 行 好 那所以你看 我们就找这个文档 是吧 好 那现在你看 我们要干嘛 回来 我们现在是不是想拿属性呢 想拿 就说你看 我支付头 是一个DOM数 我想拿这个ATT 那怎么拿 怎么拿 所以你要拿这个属性 必须要从哪里拿呢 从ELEMENT里面拿 所以我们就找什么 找ELEMENT 对不对 我们想要找ELEMENT 看 ELEMENT找一下 是不是这个 DOM ELEMENT 点开它 好 所以你就可以找 方法 你第一感觉应该是找方法 找方法看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是获取属性的一些方法呢 哎 你看这个好像人像子的 返回属性的值 哎 这个是返回那个值 我想找一个啥 返回那个属性对象 是不是 好 看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反回值 然后你看 这个是返回额区的对象的接点 就这个 Get a attribute known 看到没有 返回当前元素 它的一个节点 这里传啥呢 传一个名字进去 就传个名字 必须写名字 好 所以你看一下 我就用这个方法去拿了 来 现在拿属线 拿这个ATTA 怎么拿呢 通过A 是不是 这个A是用我的ELEMENT 结果这上面已经拿到ELEMENT了 对吧 好 那那ELEMENT这A 然后点它的一个DATA和区表的NOT 是这个 然后传入一个名字 比如我现在是不是拿HREF 拿这个 来 这个就是了HREF ATTA 行吧 然后再打印它三个 一个接点的 名字 VALUE 和 类型 行 可以吧 打印一个 好 走 它的这个属性对象的 节点名字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属性名 好 再看它的值 看值什么 是不是就是属性值 是不是属性值 就是属性值 是不是 然后再看它类型 是 好 所以你现在会发现 它每一个节点 它都会有个标记 就是类型 每种类型都不一样的 第一个就是属性名 对不对 然后VALUE就是属性值 行 那这个类型是2 对不对 好 继续好 以后你会发现 所有的ELEMENT 只要是ELEMENT 它类型肯定就是1 只要是DOCUMENT 它是类型肯定是9 只要是Attribute 它肯定是2 就这意思 好了 这个类型还是有用的 来 再看 再往哪儿找 还插一个插 是不是还插 这个文本 文本 来看 我们找这个文本 怎么找 怎么找 应该怎么找 找EPI 是吧 找EPI 看有没有拿到什么文本的 你看这个是拿到文本内容 我要拿到文本节点 这个TES 返回节点及后来文本 看是不是这个 这个TES 或者是方法 看有没有方法 你不能拿到文本的 你不能拿到文本的 好像没有 你看HU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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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会发现拿文本的 这里并没有 那你看 其实文本应该怎么拿呢 你换一种思路想一下 根据这个DOT数 拿文本怎么拿呢 你看 比如说你现在手上已经有个A了是不是 跟这个头 它文本是它的 A的什么 是不是子 是不是 那根据这个效果 你看 它是第几个字 就只有一个 是不是 它拿得去 它的这个东西 它肯定是什么 第一个字 也是第二个字 其实最第一个字就行 是吧 是第一个字 来 所以你看一下 拿文本 就这么拿 就A点 它是一个属性 点 first charge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它那个 太死对象 明白吗 就是第一个字 是不是 想通吗 因为它的文本 只有一个 好 你看一下 这个文本 走 是不是太死 就太死对象 然后再看内容是吗 内容是不是 就是它那个文本内容 好 内型是 三 有了 来 这个是 它的名字是 几号 开始 然后直 刚好就是文本内容 然后这个是三 全 你看 呃 还有个common common我就不拿了 基本上很少会拿common 也没怎么用 所以你不拿 来 那我们看 现在我这个对象 是不是都有 其实都有 是不是 可以吧 这是第一个 感受一下 这么个对象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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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